好,那我们其实这张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去evaluate一个积分 那积分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很多种方式了 那现在状况越来越复杂 我们积分的这个路径 The main purpose 我们要积这个积分 假设它是很简单的积分 我们用通试就把它解决掉 假设这个积分比较复杂 更简单 比如说它全部C都在FZ的可解析的范围里面 里面没有包含任何不可解析的点 这个就是等于0 算都不用算 但是假设你的积分里面包含了一些不可解析的点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 你可不可以用通试算 当然可以 对不对 但通试可能很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介绍 第一个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中几个东西再好好的定义一下 FZ我们定义成为一个 an analytic an analytic function in C and on C 它在C的里面 积分路径的里面 积分路径上面 全部都是可以解析的 except 除了一个地方 除了Z等于Z0的这一点之外 它通通都可以解析 ok 那要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把Lorent theory 对它做展开来 所以这一展开呢 非常快速了 你就得到 n等于0到无穷大 an Z减掉Z0的 n次方 再加上后面的这一大串东西 对不对 后面这一大串东西呢 我现在先把它写出来 第一个是B1 除以Z减掉Z0 加上B2 除以Z减掉Z0的平方 一直这样加下去 OK 假设这个时候 我们很快速的来看看啊 什么叫BN BN等于什么 就是这一串嘛 对不对 所以 B1等于什么东西 B1是2π1分之1 所以造血 积分造血 沿着C Z start 接到Z已经的 n减一次方 但B1的意思就是n等于1 1减1变成0 所以0次方就变成1了 那这边呢 就是自己的FZ B1是不是等于这样 对吗 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B2 B3 B4 B5 一直到BM A2有A0 A12 A3 虽然说有很多 但是我们眼光只看其中的一项 B1的这一项 为什么要看这一项 很简单 这个 不就是当初我们要算的积分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题目 所以它是不是很重要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的题目 根本就是等于2排 A 乘上B1的数值而已啊 你要求解这个积分 不用求了 把FZ 做Lawrence展开来 把B1 这个系数拿出来 丢在这边 就是答案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求积分 反而不去 做积分 反而我们来做展开 然后把系数挑出来 他就跑出来 OK 你们发觉 这个很妙 对不对 很妙 这个就很像什么 你知道吗 很像这个 有些年轻人啊 像以前我的同学 在这个青少年时期啊 这个荷尔蒙正在大变化的时候啊 跟爸爸妈妈始终是反对的 你知道吗 他说往西你就要往东 他说往东你就要往西 对不对 所以爸爸呢 父母希望你往东的时候 他一定说往西 结果你为了跟他抵抗就往东 对不对 就陷入了这个陷阱里面啊 就相当于说 我们要达成一个目标 未必真的要去应攻这个目标 有的时候你要迂回 这次的迂回不再像之前 是转换到另外一度空间 算完之后再把它转换回来 不是这样子 他根本去算一个跟你这个啊 风把牛不相及的东西 直接做展开 然后把西数丢进来 一打完就跑出来了 真是幸运啊 OK 那可以这样子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呢 对不对 既然有这么幸运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那其中的B1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the residue 流速 我看看这边有没有 of FZ at Z0这一点的 residual 所以呢 什么叫流速定理 我告诉你 这个就叫做流速定理 这个就叫做流速定理 基本上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定理本身呢 纯粹巧合 对不对 但是巧合的 很好用啊 为什么不呢 OK 为什么不呢 OK 那么其中的B1 我们就把它写成为 B1写成成 B1 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写法 它是FZ的residual 所以你就盘 Residual RES 可以写草一点点 有一点艺术化的感觉 OK 下面呢 因为你是在Z0的这一点 把它逼过去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请大家记住这几个 好 现在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请你计算这个 好 看看这怎么计算 我们看到的时候 其实点已经有点歪掉了 因为不晓得应该要怎么计算 OK 这个呢 Unit Circle 而且是逆时中的Unit Circle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搞清楚一下 这个C 以及C里面 对于这整个函数有什么意义 Z的负四四方乘上sinZ 其实就是它的函数 所以现在呢 我们先来看看 根据我们的经验 你可以写成Z的四四方 sineZ 对不对 sineZ是在各个地方都可解析 你现在不可解析的问题是谁 是Z的负四四方的这个Z 摆在这个地方 这一看就知道 0的这个位置 有问题 OK 所以呢 刚刚好你这个Unit Circle 你又没有包住0的这一点 当然了被你包住了 假设没有包住 那这个积分一定是0 因为它各个地方都可解析 那积分起来就等于0 但是现在不尽然 因为你Unit Circle的这个C 包住了Z等于0的这一点 所以呢 既然要积分这个这么难 从这边看起来 它就等于2πi乘上b1 b1是什么 你把它展开来 这Z-Z0的这一下 一次方向的上面的系数 所以我能不能把它展开来 可以啊 展开来之后变成这样 这样一直下去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它会等于2πi乘上b1 你告诉我这里面b1是谁 谁是b1 第几项的系数 哪一项的系数 1 2 3 4 哪一项的系数是b1 哪一项 好了你觉得是第一项 这个的系数 是b1的举手 你觉得第二项 这个的系数是b1的举手 OK 好 觉得是这个呢 举手 有没有 觉得这个呢 举手 所以事实上你们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因为是Z分之一 是不是Z的 负一次方 就相当于这个 所以b1是谁 负的三阶层分之一 这个就是答案了 你需要算吗 你算的东西跟积分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答案就跳出来了 有人跟你讲 哇 流速定理很难 我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它叫做很难 因为根本就没有在算的东西 竟然会很难 所以这个完全难以想象的事情 流速定理太简单了 OK 好 再讲一个例子 那写在右边 好 请你说这个积分 这个C是指什么意思呢 C是指Z等于二分之一 而且是逆时中旋转 圆 半径等于二分之一 记住 这题目要给你什么是C 好 请问一下它会怎么样 第一件事情 上面这个要怎么办 上面这个很明显 马上就告诉我们G of X 会等于Z的三次方 减到Z的四次方分之一 C上面的 C上面的Z 因为它是个圆 而且半径等于二分之一 就代表它上面任何一个地方的Z 都小于一 因为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当然是小于一 对不对 小于一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我们把Z的三次方提出来 剩下的会是 一减掉Z分之一 对不对 当你这样子写一看就知道 G X有两个奇异点 有两个会发生的点 第一个Z等于0 第二个Z等于1 问题是这个包住谁 C包住谁 Z等于0的这一点 有没有包住这个 没有啊 所以我们眼光要放在这个上面 对不对 好 这个东西是告诉我们说 它有 把字写一下 因为Z等于1 Lies outside of sea Z的外面 Z等于1 Is the only Po 我们昨天有讲 什么叫Po Po就是Singularity的点 只有一个点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Lawrence Condition 我们就可以来做了 所以这个时候G of X 我们要感兴趣的是 对着0展开来 OK Expand 所以呢 Let's Expand G of X With Respect to Z等于0 OK 我们对着0展开来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时候 Z的三次方 乘上1 减掉Z分之1 展开来 结果会变成 Z的三次方 分之1 加上 Z的平方 分之1 加上 Z分之1 加上 加上1 加上Z 再加上1度上去 这个时候呢 Z呢 一定要在 0跟1中间 这个极数本来 就是在这边收敛 那刚好 我们这个Circle 是1分之1 对不对 所以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答案呢 Z的三次方 减掉Z的四次方 分之1的D Z Z 会等2πi 乘上B1 好 B1是谁 Z的一次方 导数 负一次方 分之1 它係数就是1 答案就是2π 算完了 为什么我的笔记 差一个负号 应该没有负号吧 应该就是2πi吧 OK 好 那么现在呢 假设你每次都要做展开来 假设哪一天你不会展开 怎么办 或者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 因为展开每一项都要做完 你要是能够直接就知道 这一项等于什么 不就解决了吗 你要管其他项干嘛 对不对 记不记得你们在学量子 理论力学的时候 你们学Lagrange的时候 为什么要学Lagrange 你们学到Lagrange了嘛 结束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做Lagrange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要牛顿力学就好 牛顿力学不是可以把所有的问题 全部都解决吗 管你阿妈阿狗的 不管你要或不要 通通都解决了 偏偏有些时候 我们不需要什么都知道啊 我只要你告诉我 我想知道的讯息就好 我相信你要是跟你的同学聊天 一定有人这样 你问他一件事情 那个音速课上次上什么啊 他就开始跟你讲 那天老师做了什么事情 同学又怎么样 又买了什么便当 他没有教到完 他还没有讲到 你想要听的内容 对不对 他要先讲三个钟头之后 才会进入到你想要听的内容 都快昏倒了 那Lagrange做什么事情 他就进入另外一个空间 去看另外一件保守的现象 他只能够得到部分的讯息 但是呢 很臭小时 这部分的讯息呢 是很重要的讯息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在我们这个所有里面 最重要就是这一项 我不管前面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我只要能够把这一项的系数求出来 就求出来了嘛 对不对 我能不能有简单的方法来做 当然有啊 OK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讲 你怎么来求得 OK 第一个 假设你现在牵扯到个 Simple Pause 什么叫Simple Pause 他只有一个点 是发散 只有一个点 假设他在Z0的这一点发散 那么第一件事情 Residual FZ的Residual 怎么写 我们知道它是B1 它会等于什么 它会等于Z减到Z0的FZ 然后呢 Limit Z去均匀 真的这么简单吗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假设我求B1 那我知道它的Po是Z等于0 所以我把GX 乘上Z等于0 Z减到Z0就是Z 对不对 之后呢 Limit Z趋近于0 我看看这个算起来会等于什么 Limit Z趋近于0 Z乘上这个 那这个会 这一乘上会变成Z的平方 分之一 乘上1减掉Z分之一 哇 这样子等于0 结果它一样是发散 对不对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知道吗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Z等于0 它是三次方 它不是个 SimplePo SimplePo只有一个Z分之一 OK 所以呢 假设它只有单独一个 那就好办了 OK 我们来看看 Example 我把这边擦掉 直接左边就是Example 哇 12点了 快下课了 OK 请求 干脆我直接写了 其中 我看看 好 那我们先看看 这个东西会变成什么 所以你分母可以把Z提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会有Z分之一 上面是9Z分之一 所以这边Z平方加1 9Z加上I 更进一步 你会变成9Z加上I 下面会有Z 乘上Z加I Z减I 你发觉 它有几个Po 有三个Po 因为每一个Po 都没有次方向 都是一次方 Z的一次方 Z加I的一次方 Z减I的一次方 它有哪些 Z等于0 正I 负I 有这三个 OK 那你当然了 假设碰到这么简单的状况 就可以对它做什么 部分分式 把它分离了嘛 对不对 你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把部分分式分离 假设把部分分式分离 Z分之什么 再加上Z加I分之什么 再加上Z减I分之什么 这些西数可不可以求 当然都可以求了 所以现在呢 这个的积分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2Pi 乘上B1 谁的B1 就看看C是什么 Dependent on C 假设 C 只围住Z等于0的这一点 只包围住Z等于0的这一点 那你的B1是他 假设C包围住的是正I 那你的B1是他 假设C包围住的是负I 那你的B1是他 Right 那你就看你包围谁 OK 假设这个叫A 这个叫B 这个叫C 我们能不能算一下 它到底是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什么东西 反正上面都一样嘛 因为这下面是可以分开来的 我看看 要不要算一下 好 我们算一下好了 快速计算一下 好 我们在左边这边 当做计算子 所以呢 A会乘上Z 平方加1 B会乘上Z 乘上Z减I C会乘上Z 乘上Z加I 所以分母都一样 那上面会等于 Z平方的有A 这边有Z平方B 这边有Z平方C A加B加C 等于Z的平方 一个Z的有谁 在这边 对不对 不过这个是虚数 这个也是虚数 好 所以虚数的放在后面 虚数有B 负B 负BZ 正CZ 所以再加I 大家都Z提出来 C减B 好 还有啊 这个乘上这个 A 这个乘上 这个已经到这边来了 这个乘上这个也到这边来了 所以只乘上加上A 会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这整个东西 要等于右边的 9Z加I 所以 A加B加C 乘上Z平方 再加上A 要等于9Z 后面的Z 乘上C减B 要等于I 不不不 要等于E ABC 能不能全部求得出来 理论上可以了 OK 目前看起来好像好麻烦 对不对 我有没有算错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要算完 让你们知道 那个解完了 真的是可以 OK 我们先从这边 做完 然后我们再用正式的方式来证明 我有没有算错 总共要6项嘛 1 2 3 4 5 6 对 6项 没错 所以现在怎么办 这个地方 它等于1耶 所以C减B 等于Z分之一 对不对 C等于B加Z Z分之一加B 所以上面会变成 A加B 再加C 就是Z分之一 再加上B 变成两倍的B 乘上Z平方 再加上A 会等于9Z 所以乘开来 A加2B A的Z平方 再加上Z 再加上A 要等于9Z 是不是 所以假设A是常数 A要是等于0的话 A可不可以让它等于0 A要等于0 就没有这一项了嘛 对不对 就没有这一项啊 好像不太好耶 帮我看一下 应该怎么算啊 我是不是有算糊涂的地方 没错啊 我应该没有算错啊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要怎么办 不管它 我们来看看啊 先从这边开始好了 这个地方 假设这整个等于9Z 这整个要等于9Z的话 所以就代表A 再加上2B 再加上Z分之一 要等于9Z平方出过去 Z分之一 然后A让它等于0 可以吗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 假设A等于0 那么B就等于2B 再加Z分之一 提过去 变成减掉Z分之一 8的Z分之一 等于B 4 B就等于4倍的Z分之一 那这样不行啊 这样不行啊 因为我们希望上面都是跟 这边都是系数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有什么地方 分得不够好 所以可见这样子做起来 很麻烦 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好 我们先试试看 用它这个方法 做起来怎么样 好不好 我们先试试看 然后我们待会儿 采用一般的式子来证明它 我们先试试看 假设按照它的做法 我们现在是要管它 Circle圈住哪一个 我们现在要圈住哪一个 各位要它圈住哪一个 If C enclosed Z等于0 好了 Only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B1 是不是等于Limit Z趋均于0 Z FZ 所以相当于这个乘上 Limit Z趋均于0 Z一乘上 I 剩下是9Z 加上I 除以Z平方 加1 Limit的趋均于0 0 0 变成一个I B1 就等于I B1等于I了 答案是什么 2排I乘上B1 就变成负了2排 所以它I要等于2排 假设Z点 理论上这个要 这个要等于I 因为我这边 我看看 I在这边 所以说这个也有可能是负数 ABC都是负数 所以假设用这个分 都会分得鸡飞狗跳 OK 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解就很简单 答案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假如说这个式子是对的 对不对 很明显的 我们这样子分 这个很麻烦的 我们必须把这个东西剁 对它做展开来才行 所以我们用部分分尸的方法 很明显 No good No good 这个概念呢 不好 OK 不好 但是不好的话 你怎么对它做展开来 不知道怎么做展开来 OK 所以 其实可以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 当做一个函数 因为我们现在只对零展开来 对不对 OK if if c incloses z等于零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必须要把它 做展开来 OK 这个是各个地方都可以的 都可以解析的 所以这个用tetal展开来 最后再乘上z分之一就好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 9z加上i 除以z平方 加上1 等于什么 直接对它做tetal展开来 对零点 所以第一个呢 就把零带进去 这边得到i 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1除以1阶层 它的微分 对z微分 所以它的微分会变成z平方 加上1的平方 对不对 它不动微它 z平方加上1 乘上9 减掉它不动 9z加上i 微后面2z 所以呢 再把z带成0 这一带成0 它就没了 这一带成0 这边是9 这一带成0 这边1 所以答案是9 乘上z 再加上 一直下去 对不对 那整整的fz呢 是不是就变成z分之一 乘上后面这个 乘上9z 再加上i 除以z平方 再加上1 那 这一层进来 是不是这边i 下面是z分之一 再加上后面这个呢 刚好等于9 再加上一路上去 我们要的b1是谁 z的一次方分之一 上面这个 是不是i 真的是i 因为这边算出来是i OK 所以呢 看到个题目 不要太兴奋了 因为呢 我们以为部分分式 好像很好用 因为我们用 用惯了 结果没有想要用错方法 所以算不出来 你还是得乖乖的 对它做展开来 那展开来呢 假设我们看的是z等于0 这一点当作7一点 那后面这些呢 都没有关系 因为一个在正i 负i才是7一点 但是现在我又不管那个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可以完全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 再乘上z分之一 你就发觉 其中这一项在这边 那果真是i 那样做起来很麻烦啊 因为紧接着呢 假设你要做 if c encloses z等于正i z等于正i 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fz 现在就变成为 z减i分之一 乘上z 乘上z加i分之 9z再加上i 那右边这个是什么 可解析的 所以我可以对它做 太多展开式 我把它乘进去 把z乘上z加i 分之9z加i 我把它展开来 第一个 对谁展开 对z等于i z等于i 所以带进去 9i加上i 变成几个i 10个i 这个i 把i加i变2i 2i再乘上一个i 负2 对不对 好 再来呢 加上 1阶乘分之1的 这个微分 好了 这个微分会变成什么 z乘上z加上i的 平方平方 它不动 z乘上z加i 后面上面这个微分 乘上9 减掉 9z加i不动 微下面 下面有两项 z不动微后面 就等于1 后面不动微前面 也是等于1 对不对 然后呢 让z等于i 这是第一项的微分 所以那z等于i呢 2i 2i乘上i 变成负2 乘上9 负18 减掉 9z 9i 加上i 变成10i 除以 i平方 负1 i加2i 2i的平方 变成4 i的平方 又是负1 对不对 负18 负18 减掉10i 下面是4 对不对 你会得到一个 4分之 负18 减掉10i 乘上 第一个 z 减掉i的位置 哇 好多项 好 然后紧接着呢 fz 是不是就等于 这个要乘上 z减掉i分之一 一乘进来 因为这边只是个常数 就等于 负5i 第一项是 z 这样子 负5i z减i 第一项 再加上第二项 再处理它 它跟它 互相抵消掉 就剩下这个常数 4分之 负18 减掉10i 再加上更高次项 最后面算的时候 答案会变成什么 我把这个 擦掉 擦掉 最后再算的时候 c incloses z等于i 的 整体 就 z加上i 除以 z的三次方 再加上z的底z 它会等于2πi 乘上 z减掉i 负一次方的那个系数 就是它 答案是什么 负5i 负10 真的 等于10π 对不对 你发觉你每次都这样做了 烦不烦啊 我们试试看它那招可不可以 b1 可不可以等于limit z 趋近于i 因为现在是我们感兴趣的 等于正i 这个 那这边就是z 减掉i 乘上fz 乘掉fz 对不对 fz是谁 fz是这一串 它是 z减掉i 分之一的 9z 再加上i 除以 z乘上 z 加上i 所以这个 这个消掉了 然后让z b进到i 所以9i 再加上i i 乘上i 加i 所以上面是10i 底下是什么 i加i 2i 乘上个i 负2 对不对 等于多少 负5i 你告诉我 是不是一样 完全一样 但是你不用展开的这么辛苦 你直接算就把它算出来了 right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求得 假设c是包住这个的时候 是怎么样 那你们会不会算 c去包住 负i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会不会算 好 再算在这边 嗯 那这时候怎么办 简单啊 b1不是等于z b进于多少 负i 然后这边要z 减掉z0嘛 z0是负i 就变成加上i 乘上fz 是不是limitz 取近于负i z加上i 乘上fz会是什么 fz会是z 乘上z加上i z减掉i 就z加上i 这个这个消掉 所以把它负i带进去 负9i 再加上i 除以z 负i z 负i i减i 这个会对到 负8i 下面的 负2i 负变2i 再乘三个i 负2 等于4i 所以 我们的积分项 是什么 会等于2i 乘上4i 答案会等于负的8i 答案就出来了 不信 不信 你再来展开来一次 fz不是就可以写成为 z加上i 分之一 乘上z 乘上z减i 就z再加上i 对不对 所以这一项一定是科解析的 所以 展开来就好了 要等于什么东西 第一个 z等于负i的地方 负i带进去 负i带进去 就是把这一堆负i带进去 结果等于4i 对不对 再加上 一阶层分之一的 它的微分 d over dz 这个这样子写 比较简单一点 之后再让z等于负i 乘上z加上i 对不对 最后面 fz 是不是就可以 这个 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边是 4i 除以z加上i 后面这个是 1乘以1就是1 里面这个造写 9z再加上i z乘上z减掉i 让z等于负i 然后呢 这个跟这个互相消掉 就变成这样子了 但是我们真正要是 2πi i是谁 2πb1是谁 z加上i 因为现在你的 inclosion是 close在这个7一点 z加上i 分之上面这个 不就对了吗 对不对 所以 你这样算 速度很快 打你一下就把它算出来 记住 这是simple pole 这个有没有问题 但是不只是这个样子 有些时候 even你这个层上 它的unlimited 不是很好算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它告诉你 另外一个算法 residule z比进到z0 fz 就是b1 可以写成什么 residule z等于z0 p z 除以qz 一次方微分 这是z0 if if fz 可以写成pz 除以qz 除以qz的这种形式 and pz呢 不可以等于0 假设呢 我们感兴趣 在fz呢 可以写出这种形式 上面是pz 下面是qz 可以写成这种 分开来的 而且上面pz 不准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residule是怎么算的 很简单 你就把上面呢 直接要z0 带进去 下面这个呢 把它微完分之后 把z0带进去 就好了 答案也是一样 真的是这样子吗 来来来 我们来做一个好不好 我们做这个 做这个 我们的fz 等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 针对的点 z0 是等于 负i 这个是不是pq 对不对 pz 没有错 这个叫做pz 定义成pz 这个定义成 qz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它的b1 经过这样算法 是4i 我们已经知道了 residule z 去进到z0的 fz 等于b1 可以等于什么 我们知道 它已经等于4i了 所以这个已经算过了 但是根据我们 第二个办法呢 要怎么做 上面pz呢 带成p的z0 下面的q 微完分之后 再把它z带成z0 我们看看 这会变成什么 p就是上面的这个 带成z0 z0是负i 是不是9乘上负i 再加上i 底下qplung 所以qplung z会等于什么 它的微分 3z平方 再加上1 然后把z带成z0 3倍的z0 是等于负i 负i的平方 再加上1 上面会等于 负9i 加上1 负8i 底下 负负得正 然后i的平方 负1 负3 加1 负8i 除以负2 是不是等于4i 答案 exactly一样 看你喜欢用哪一个 通通可以 ok 所以呢 我们就有第一个 假设你现在面对的po 都是很简单的po very very simple 你用 办法一 用办法二 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ok 目前看起来 我们用这样子的 实际的验算 没有一个有问题嘛 对不对 假设你这个po 不是个simplepo 而是个nth order的po 好像z的平方 z的五次方 分之一 比如说你z的五次方 分之一 这什么意思 这代表z等于0的地方 你发散 而且你有五个order 因为五次方在这边 我们刚刚举的这边呢 不管是哪一个z等于0的 它只有一次方 z等于4i的一次方 z等于正i的一次方 这种叫simplepo 假设你是multi的时候 你怎么办 当然有另外一个公式 会出来 它告诉你 应当要怎么做 ok